警察長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一定會把學校的工程做好 然後給孩子更優質的環境 現在學校的環境改變的話 是我們多了一個樂高的教室 還多了一個手作教室 所謂的手作教室就是 小朋友可以在那邊做鬆餅 然後做一些他們喜歡吃的小點心 然後這個都是實際做的 四字擺在那邊好看而已 所以說日後老師讓孩子的課程 繼續讓孩子玩 那樂高教室 我會把樂高的玩具會補足 然後我會叫老師安排 安排課程 然後會帶孩子進去裡面玩 然後再來我們會做一個圖書教室 因為礙於我們現在平時老師 都有帶孩子帶那個圖書 那會去親子共讀 那因為覺得這個親子共讀的部位 真的是很好 我們希望繼續推 所以說我們就在打了一間專門式圖書教室 不管是在家裡 或者在學校 但有孩子圖書的空間 老師也會安排課程進去那個圖書教室裡面 讓孩子看我們所安排的各式各樣的圖書 那對做了這些工程 我們也希望說 給孩子多學習的一個那個 的東西 所以說必須一定要忍痛的 忍耐這兩個月 再來就是學校也會慢慢的 因為小朋友睡覺的空間 因為有的家常在跟我講說 欸怎麼沒有用小床 現在學校要開始用 所以說我們現在班級 各班裡面都會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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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